回顾这一季来说 有没有什么觉得可惜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觉得 好像还可以再多一点点的 这些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相处的时光还是有些少 感觉还有很多心里话没有跟他们讲 或者我的一些有限的经验 其实很想全盘拿出来告诉他们 有一个感觉就是 不想结束的感觉 因为我很爱很爱银 很爱冲造营 不只是当主角 我喜欢我很爱很爱很爱这里 所以是不想结束 觉得冲造营比较适合我 别的工作可能只跳舞唱歌什么 我也喜欢 但是冲造营就是很放松的节目 是的 我在这里好像我在家有安全感 可以把自己真实的我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我很开心 然后我就不想结束 是的 想继续做这个工作 也不是工作吧 就是喜欢 因为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好像我回家了 但是现在马上就结束了 就离开家了 好快时间过得很快 首先是自己会很幸运 很幸运地能够来参加创造营2021 就是来参与了这一群年轻人 他们生命当中非常有意义的一段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就很多人说我上台很紧张 我也会跟他们说 你看我之前我老师就说过 所有的艺术家都永远不会有最好的状态去表演的 就这种话我也都跟他们说过 你会发现莫名其妙就有了一种传承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莫名其妙在传承着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你说不清它是什么 但是可能就是那种师生的感情吧 会有一种会觉得就是 爱老师你看你当时交给我那些特别美好的东西 我也在传递着这些美好的东西 而且我知道他们以后遇到了向他们求助的人 他们也会在他们自己身上感受到那份美好 继续传递下去 所以我觉得创造营应该就是一个传递美好的地方吧 就是把他们自己身上感受到的美好 一个个传递下去 我觉得真的还是很美好的一个地方